嗨,大家好,我是胡小韶 今天呢,是新年的第一天 祝大家幸福快乐 你有没有穿上自己做的衣服 跟家人朋友们一起出去玩呢 小韶今天呢,要去见妈妈 然后带着妈妈一起出去玩 去晒晒太阳 看一下大自然这美好的风光 但是呢,小韶继续还是会 给大家去分享这件新年服 外套的版 这个外套呢,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是新手朋友们 你直接按照我的这个画法 去打就可以了 这个呢,是外套的厚片 它的这个厚片 衣长整个是41厘米 因为它是一个小胆装 然后这个领呢,开的是 9厘米,领深 打的是3厘米 然后这个是直接一个尖斜 画到底的 这个尖斜线呢,我们打的是 15比6 然后直接画这个整个的袖子的长度 袖子的长度呢 打的是70厘米 比我们正常的袖子要长 因为它有一个反扁啊 扁过来的 然后这个底下呢,它是直接是一个连深袖啊 连深袖的话,这一个长度 量一下啊 28厘米啊,这个是28厘米 这个后背缝这个地方呀 它是两片的啊,是剖开的 所以呢,我们这个后背缝底下是收了1厘米的 然后从这个地方呢,就是 垂直两边都是一个6厘米 然后找一个对角 2.5厘米,咱们做一个袖子的这个弓线 这个袖口的宽度呢,是16厘米啊 16厘米我们这个地方是垂直的 垂直然后向外推了一个1厘米啊 这就是整个这个外套后片的板 咱们早上说前片的啊 这个上衣外套呀,它的前片两片是不对称的 两边都是不一样的啊 所以先给大家讲一下前片的这个左边的这个板啊 左边的这个板呢,我们还是和那个后面是一样的 这个领是开宽9厘米 然后这个领森是7厘米 然后这个肩鞋呢,前片就比较斜了 它是15比7 前后的袖长是一样的啊 前后的袖长一样是70厘米 但是前面的这个袖口的宽度呢 我们要窄一些是15厘米 这个地方呢,我们也稍微要窄一些啊 这个地方呢,是26厘米 前片的那个是28 然后收进去厘米的话是27 但是这个地方啊 我们要保持前后一样的长度 到时候大家自己啊 要去调节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另外的一边 我们是领直的这个地方啊 我们是保持一样的长度 这边是给它对折之后 我们把这个领子这边画过来 这个地方呢,是多出来的一个地方 它这个地方是要装一个 打一个扣岩 在这个另外的一片的肩部这个地方 是装一个扣子啊 我们直接给它扣上去的 底下的这个地方呢 是16厘米,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弧形的角 咱们再给它啊,画上去 这个下面是16厘米 上面它是14.5 上面窄一些,下面宽一些些啊 这个地方画一条弧线 整个的细节的这个尺寸 我都标注的非常的清楚啊 这是上面外套的啊 前片的右片 它的这一半部分和这个左片是一模一样的啊 包括领绳啊 肩斜啊 所有的都是一样的 唯一就是这个地方啊 它多出来这么一小块啊 这么一小块呢 其实也非常的简单 就是这个地方多出一个4.5 这个地方多出一个5.5 给它连一条线 下面做一个弧形啊 脚这个地方做一个弧形的 然后上面呢 起翘一个1.5 然后这里连一条弧线 其他的呢 和这个左片是一模一样的啊 另外呢 我们讲一下这个领子 这个领子呢 我们就是这一块啊 就是前后领弧长 另外加了一个6厘米 这个6厘米是另外搭过去的一个6厘米的搭子啊 前面是一个圆形的 然后这个领子的这个上面这个翻领的宽度呢 是8厘米啊 这个后面的领宽是7厘米 这个领子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啊 大家如果不会打的 照着我这个自己去画 也能把它画出来的啊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点赞关注 预传发明天再见 拜拜